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關於美國大選的選舉舞弊指控的真相 應該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在昨天 白宮發言人麥肯尼 上到霍氏新聞一個節目接受訪問 當時他拿著一疊長達234頁的文件 他解釋 在這一疊的文件裏 包括有500名密歇根州委恩怨選民所簽署的宣誓書 他們證明得到 在這一趟大選中 的確存在一些選舉舞弊的行為 換言之 這500人 將會上庭作供 當這個訪問出了加以後 其實美國的主流媒體都是有所報導 只不過 他們報導的方向 就是質疑這個白宮發言人麥肯尼所說的東西 究竟是不是留的 有沒有證據的 然後又說別人所說的東西 純粹是片面支持 總之就是要導引那些讀者 不要相信這個麥肯尼的說話 只不過 麥肯尼今天在Twitter上 透露了很多關於 這份234頁文件的內容 裡面所提及到的一些選舉舞弊行為 簡直就是令人匪夷所思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麥肯尼在Twitter上就提到 說那疊234頁的文件 其實就僅僅是記載著 密歇根州委恩縣 單一個縣 所發生的一些 選舉違規行為 但是已經是相當震撼了 那究竟是包括了什麼行為 他就提及到 說有目擊證人是見證得到 在其中一個批判的郵寄選票當中 竟然間有多達六成的選票 是擁有一模一樣的簽名 這些正正就是郵寄投票的漏洞 那麼多年以來 都沒有人嘗試來 彌補或者是倒截 沒辦法 因為以往那個郵寄投票所佔的比重不高 但是今屆 是超過一半的選票都是用郵寄方式來投遞 所以 這個就舉足輕重 而且我還非常質疑 究竟那些票站的工作人員 是不是有心裝載的 就算你說 一時三刻根本上就沒辦法驗證得到 究竟那張郵寄選票上的簽名 是不是真的那個選民來簽的也好 當你勉強解釋得到 但是當你看到在同一個批次的郵寄選票裏面 有六成的簽名是完全一樣的時候 你都應該察覺到奇怪 你都要有警覺性 是不是 沒有的 不向這個主管報告的 照來點票的 有沒有搞錯 或者是這些工作人員 根本上他就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政治傾向 當他看到這些有問題的選票 是投給他支持那位候選人 於是他就眼開眼閉 當看不到 但是無論什麼情況 這個問題就已經發生了 所以 人手點票和逐張郵寄選票來檢驗 是有他的必要性 不是為了拖延時間 而是你要確保得到 這個選舉制度真是公平公正公開的 如果不是一個人投幾十張票 有誰用 而且這位麥肯尼還說 有目擊證人就發現得到 同一批次的選票 竟然就放進了點票機 點了五次 這些又是離譜了 民主選舉就是一人一票 每一張選票都是等值 現在因為你有些 票站工作人員的操弄下 就使得某一批人 投一票就變成了投五票 這些完全就是違反了民主的核心價值 是不是某些選舉人員看到 這個批次的選票 大部分都是投給他心疑的那位候選人 於是乎 肯尼還說 有目擊證人就是見證得到 其中五十張選票 又是重複重複點 就是剛才那個情況 類似 另外還有目擊證人是見證得到 在票站裏面的工作人員就走去操弄 那些白票 修改的那些白票 他看到那張票 沒有投給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 他就自己劃一筆上去 投給他自己喜歡的那個 所以 其實這種情況 我們去年也有呼籲過 區議會選舉就算你 不喜歡任何一個候選人 但是你又想去投票 你千萬不能夠 投白票 因為投白票 有可能就變成了投對家 因為那些選舉工作人員 萬一有什麼手腳不乾淨的時候 幫你吸了下去 就變成凌駕了你的民意 所以 原來美國這種情況 是這麼嚴重的 另外有些選民就說 他自己的兒子已經是走了 但是在那個紀錄那裡 竟然說他投了兩次票 這些有紀錄的 又是鐵證如山 沒有得抵賴 另外有些目擊證人就說 某一些的郵寄選票 在大選之後才能收到 但是又被修改了那個紀錄 即是給了那個郵戳 於是又點進去那個有效選票 另外他又提到 共和黨的監票員 就被票站的工作人員 強行驅離了票站 使得他們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監票工作 還有的就是 票站的工作人員 就把那些 透明的窗口 全部遮蔽了他 搞到就算隔到狗像院 看不到裡面在做什麼 另外他又提到其他很多 濕濕猩猩的 一些選舉舞弊的指控 反正這個重點我就說了給大家聽 其實 這件事就是 官媚之注 只是密歇根州的其中一個縣 都可以 沒有到 暖大龍的時候 可想而知 全美國那麼大 就不是只有一個縣才發生 這些 這些肯定就是冰山一國 如果要查的話 分分鐘查半年 都要很久查這些 還有 逐張選票來去檢驗 用人手來去點票 這些是必須要做的行為 否則根本上就捍衛和維護不了 民主選舉的制度 也都是那些主流媒體和評論員 不能夠蒙住自己雙眼 然後就不斷提出那些選舉舞弊指控 是無根無據的 你說無根無據就純粹是因為你沒有去看 因為不理於你自己的政治立場 或者你捧那個人 所以你就說沒有 現在麥肯尼都已經是把所有的指控歸納了做234頁的文件 而且還有500名的選民 簽署了這個宣誓書 證明他們所說的東西 是真實無誤的時候 交由法院來判決 究竟這些證據是不是充足 就不是說人家沒有證據 這些已經是證據了 有人證 至於物證方面 你不就逐張票來檢驗 就不要說人家沒有證據 人家是有的 只不過法院 是不是真的接納得到 說這些證據 就影響到那個選舉結果 這個是另一回事 不要拿著說沒有證據 是有的 麻煩你張開眼睛 看看吧 好了 接著就再看看 關於拜登的情況 現在拜登就真是當正自己 準備要入主白宮 於是他不但只是開展了這個交接工作 而且還開展了外交的工作 這個拜登真是厲害 拜登就是 分別跟了日本首相菅義偉 韓國總統文在寅 和澳洲總理莫里森 通電話 大家就會看到 拜登所做的這一連串行動 無非就是要在全球民眾的意識 顧化他已經是當選了美國總統的印象 如果不是他不需要在現在就展開外交工作 有什麼外交 你都未曾當選 現在你就做外交工作 其實就等同於是越左代跑 就算你真是當選也好 你也是下年一月才是當選 目前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的任期 就算要做外交工作 都應該由國務卿蓬佩奧去做 什麼時候輪得到你 你就下年才去做 更何況 就是根本上還有那麼多選舉舞弊的指控 是未曾裁決的時候 不是說你一定已經是贏定 坐定粒鹿 那至於說回香港的情況 四名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就被DQ了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羅恩就發表聲明 說這樣去取消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的行動 就是中共公然違反 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對國際的承諾 以及對香港人的承諾 他又提到說一國兩制現在就變成了中共 在香港擴大一黨專政的遮醜暴 美國就會繼續 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 以及有關香港制裁的行政命令之下 盡一切的力量去確認和制裁 需要對扼殺香港自由負責的人 這個就是奧布萊恩的聲明 之前有些人就說什麼兩黨共識 什麼之類的事 拜登又展開了這個交接工作 又展開了外交工作 他對於香港的情況有沒有表達過什麼關注呢 至少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還未見得到有 最後我們又說一下 港澳辦發言人 今天就說了一些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 他們又說到 說有一部分被標籤為反對派的議員 沒有被綁架上總辭的戰車 而是選擇繼續履行議員的職責 這樣的明智之舉是值得肯定的 這一段無非就是要不點名地 來稱讚 熱血公民就是熱狗的鄭松泰 鄭松泰就是唯一一個 沒有參加總辭的 反對派就是民主派的議員 他自稱民主派就是反對派 但是陳佩賢醫生從來都沒有說自己是民主派 所以很肯定這段就是贊鄭松泰 鄭松泰就是獲得了港澳辦的充分肯定 恭喜他 能夠成為忠誠的反對派 下屆如果有選舉的話 他肯定有得入閘 你這麼忠誠 當民主派都認為這個議會就已經是廢了的時候 鄭松泰還繼續有面目來做這個議員 你說為了什麼呢 這些人是不是 之前又猛質疑人家民主派不肯總辭 又說 做這個議員就是為了議席出糧 養著一大群的議員助理 現在這傢伙是自打嘴巴的 原來根本上是華人這事 他當日怎樣來批評民主派的指控 如今他就一一 打到自己身上 是回歷標來的所有東西都是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